第一次,福克莎买乙的十节, 中年2023年, 二月22到28日, 离台南市水高社政策典典, 今天二月十五日, 文化协白基盤, 顛检记者会, 台南市典典跟宜环沈正东李启伟, 周家伟街道场共人圣旨, 文化协白基监公益团体免费的日常见, 邀请大小朋友, 二八年假到水高社区看表演, 寻宝器, 台南市典文化协白基监公益团体, 今天非常高兴在我们一起迎来, 二八年假之前就开始在二月二十二号, 也就是在一周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台湾第一届的马戏艺术节, 那就诞生在台南, 我们感谢Focasa, 这样子一个本土的优秀的, 一个马戏团, 能够带动马戏艺术, 邀请了国内外, 总共三十组的马戏艺术表演团体, 一起来台南, 从二月二十二二号开始到二十八号, 整整一个礼拜的时间, 总有一百五十场的表演, 总有三十组的这个马戏团, 以及还有很多很多的, 包括街头艺人, 还有包括户外跟棚内的表演, 这都是在过去台湾所没有的, 也欢迎大家来到一个文化之都, 也是我们马戏艺术元年, 能够在台南, 能够一起来, 重温儿童的回忆, 儿时的回忆, 也带着我们的下一代, 一起在亲子, 共同的来台南, 一起来看一看, 让人家非常非常开心的马戏艺术表演。 没有,叫代理教掌, 曾修成的表演。 二月二十二到二月二十八, 是第一次台湾户外的一个马戏节的一个, 在台南的上演, 我想这群年轻人, 用了十几年的时间, 一直希望能够引进国外B13的马戏棚, 能够在台湾有一个精彩的演出, 那经过了十几年的奋斗, 终于在台南实现了这个梦想, 也期待大家二月二十二到二十八, 一起来体验马戏在台南, 然后在战棚的演出, 我们还有规划八大区的户外一个马戏体验区, 希望大家利用二二八年假, 来到台南一起体验马戏嘉年华。 我是Volka福尔摩沙马戏团的创办人林志伟, 这场梦做了整整十年了, 因为2013年Volka第一次受邀到法国演出, 我们就在别人的马戏棚里面演出, 从那一刻起, 我们便有了这个巨大的梦想, 而我们花了整整十年的时间, 在2013年在台湾, 在台南要写下这个历史性的一刻, 不仅是自己的团队要在里面表演, 我们还集结了台湾其他优秀的马戏团体, 还有别的国家的马戏团, 一起都号召来到这里, 所以谢谢黄伟哲市长, 还有文化局全力支持我们这一次的国际马戏艺术节的活动, 然后大家一起来共同主办这一次的国际马戏艺术节, 能在台湾举办这样一个大型的国际艺术节, 其实真的非常的兴奋, 我们这一次一共邀请了八个国家, 然后国内外加总起来, 一共有30个马戏的团队会一起聚集在台南, 所以首届的佛卡萨马戏艺术节, 我们也规划了整个八大的展区, 除了我身后的这一个V13马戏棚, 它比起去年的市营运它变得更巨大了, 然后台湾首届的摩天巨轮, 等下大家也可以看到, 然后将近30个特色的品牌市集, 也会进驻在这个地方, 所以整个园区的设计跟布置, 都是由我们的艺术家刘家豪带着他的团队, 从这些原料去创作出来, 这八大展区的每一个样貌, 所以这一次我们也使用非常多, 再生跟环保的材质来规划这整个园区, 我们找了清瓢来特别现场, 来设置这个环保餐具的租借, 让大家可以使用, 希望一场大型的活动, 可以减少这个一次性的热设, 然后透过这个艺术节, 我们让整个的城市, 拥有一个创造很不一样的文化商机, 不仅是我们自己动起来而已, 其实附近的超过时间以上的饭店, 我们都有串联, 然后当地的企业的支持, 还有地方政府的支持, 最重要是我们散布在整个台南各个的校园, 我们在很多的校园一起去做宣传, 然后附近的各个的商圈, 我们也在台南的城市里面去做快展, 所以我们很企图的想要将二月份, 变成是台南的马戏乐, 让整个二月份的台南充满了马戏的氛围, 把这股快乐马戏的能量散播出去, 然后除了这次黄伟哲市长非常非常大力的支持, 还有台南市政府文化局的协助, 我们要非常感谢文化部, 国议会, 还有非常多的本土的企业一起支持, 谢谢有这么多的人, 愿意相信我们佛卡剧团, 相信我们这群年轻人, 相信这群马戏艺术家聚集在一起的能量, 那我们也会努力的好好的把这一场艺术节成为亚洲一个非常具有规模的盛事, 最后我还是要非常谢谢我身后这群默默每天熬夜的这些策展的伙伴, 还有这些辛苦的搭建的技术团队们, 其实从过年后, 包含昨天晚上的情人节, 我们都留守在这个地方, 这一场活动我们都不是外包, 是由我们自己剧团来策划, 自己动手来执行, 不敢说完美, 但倒数一周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 谢谢大家, 也希望大家可以给他们每一个幕后工作人员一个热烈的掌声。 希望我们2023 228点下大家来台南玩, 谢谢! 谢谢!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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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